去年7.21事件以及7月6日光復屯門公園遊行 警方一共落案起訴10個人 其中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分別被控參與暴動 同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就被控不誠實 取用電腦和刑事毀壞等三控控罪 全部人獲准保釋 邱惠爾報導 林卓廷和許智峰聆訊後獲准保釋 7.21我正正就是履行我作為議員的職責 林卓廷被控的一項暴動罪 指他和另外6個男人去年7月21日 在元朗港鐵站大堂 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參與暴動 其餘6個被告包括35歲報稱 從事客戶服務的余家豪 31歲寫工業陰星 26歲廚師鄺浩霖 48歲電工尹仲銘 26歲報清無業的楊朗 和37歲男人陳詠希 控罪書說他不願意透露職業 全部被告暫時無需答辯 據了解警方指控7個人涉嫌干犯的暴動罪 時間是當晚的10時45分至11時02分 林卓廷到場時站內付費區有約100人 大部分穿黑衣服費區外就有另一群大部分穿白衣服的人 呼籲黑衣人 大家千萬不要移動 一移動就衝進來了 站回前面頂住他 直到11時02分 警方形容由於有連番挑釁 有白衣人衝入付費區 林卓廷和黑衣人撤退到樓上月台 警方說白衣人起初沒有跟隨 直至有一個垃圾桶由月台訂向地面的白衣人 白衣人才衝上月台施襲 其餘被告就分別被指向白衣人用消防喉射水 訂傘 叫囂等 控方申請押後案件六個星期等警方進一步調查 等候律政司意見 又說本案牽涉最少20個在途人士 7個被告都有申請保釋 控方反對 最終獲主任裁判官羅德全批准 各個被告要交出現金和人事擔保 期間不准離開香港 每星期到警署報到 案件日後至10月12日再提堂 有線電視記者一位宜報道 至於去年7月6日 林卓廷、許智峰、39歲的鍾海賢 和廚師曾俊熙 被指在光復屯門公園遊行之後 在屯門警署外要求一個男人 刪除他電話裡面 有示威者容貌的相片 四人分別被控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不誠實取用電腦 刑事毀壞和非法集結 暫時無需答辯 獲准保釋 案件押後到11月6日再提堂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